没有削弱,全是增强 哟哟,这是哲文艺,几杀都可以举掌 新载机平衡性调整来咯 这次没有削弱,全是增强 可以说每一种老武器都喝上汤啦 首先,说重点 这次平衡性调整一共调整了18把武器 相比其他的汤达人 这次FANEC和ASVAL正是吃上肉了 FANEC相比上一个版本 第一段与第二段射程上调一米 头部、胸部、手臂的伤害倍率得到了加强 也就是说,新版本的FANEC 命中手臂也能打出23的伤害 武枪就抬走 相比之前的18.4可以说大幅提升了容错率 而且第二段射程命中上胸也能打到23.4 相比之前的19.8也是质的变化 所以哪怕没有神话 这烟灭之光也不用在仓库吃灰了 ASVAL则是想不提升第一段射程的同时 提高了大扩容的弹夹容量 48的扩容总算是给高爆发的巨烙 增加了一定的续号 其余的步枪 HBR3只调整了专属枪带的属性 AKBP增加了OWC游侠长枪管的射程 减少了矩晶时间 7.62的48弹甲也提升了一定的伤害 DLMK2略微的增加了第一 第二段射程 CR56又坏了后座力表现 并减小矩晶散步 GD方面 DLQ33增加了头部伤害倍率 对战场模式比较有用 但是PVP嘛 轻击枪 SA80加快了开进速度 减少了跑车延迟 也略微减小矩晶子弹散步 不过作用并不大 冲锋枪方面 MAX10终于提升了些许射程 但是PVP模式伤害并未调整 AGR提升了子弹穿透力的同时 第一段射程提升2米 降低了60发556弹夹的负面效果 并加大了扣容弹夹的弹容量 Razyback略微提升了机动性 PW武器提升了第一 第二段射程 并提高了一捏捏第二段射程的伤害 本来就很猛的GKS 上调第二段伤害的同时 调整了一二段射程 总感觉中进距离更强了 线弹枪EKO与SJAKER 都增强了独透弹的伤害 并且SJAKER进一步加快混弹速度 十字弩提升了子弹速度 98K则是加强了一些机动性 不过和208与MKR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所以新赛季的平衡性调整 铁之萌的本命有机会上场了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哟 这期太长了 莫得正片